宜蘭一整天都架煞好几天的近人雨室了 让道路上出现灾情 像昨天下午在罗东五街乡的52甲湿地淹水 导致车辆没有办法通行 警方也赶快到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而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路基掏空 出现了可以直亏太平洋的巨大坑洞 再经过一整个晚上的抢救 预计在今天就可以完成路基加固 现场拉起封锁线 连日豪雨冲刷 一号下午一点半 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五塔路段 路基被掏空直通太平洋 警方不敢大意 拉起封锁线连夜抢救 二号在施座就是要打射钢轨庄 就是要维持那个单线双向通行的那个目的 现在正在施座中 公路总局预计二号可以完成路基加固 至于全线修复时间还要再评估 会出动机具并派员24小时待命 而该路段只有大货车跟机车通行 加上还有替代道路苏花改 因此目前不会封路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迎封面宜兰一连好几天都降下惊人雨量 除了旧苏花公路路基掏空 一号下午罗东五节乡的52甲湿地 也出现淹水的情况 整条车道被水给淹过 车辆几乎无法通行 警方已经到场实施交管 虽然二号雨势趋缓 水位稍退 但现场依旧拉起封锁线 避免往来车辆强行通过 连日大雨造成不少灾情 只能期盼接下来几天天宫能作美 把蓝天白云还给宜兰 记得李柯燕宜兰报道